兰友们大家好,我是兰花油以开 这期视频想跟兰友们分享一下国兰的香气 包括各个品种之间,它们的香味有什么区别 这个香味我们闻又闻不到 只能就是用语言简单描述一下 然后兰友们大致的参考一下 像我们养兰花呢,那么尤其是我们养国兰 它的魅力之所以这么大 其实它的香味我觉得占了80% 兰花的香味在兰友的心中是要超过它的开品的 这也正是兰花灵魂的所在 我们刚开始养兰花的时候 好多兰友都是因为兰花的叶子呢 比较优雅,比较飘逸 当我们真正养上兰花,第一盆兰花开的时候 闻到那种兰花香啊 这个时候就是打心底里被兰花迷住了 闻过兰花香的人就是正式的入坑了 我学过一首诗啊,是描写那个兰花香的 我觉得写的特别好啊 当门迎客来,入室更芳香 着意闻时不肯香,随风飘香无新处 这个写兰花香写的就特别具体啊 把那种意境完全都写出来了 今天跟兰友们细致的聊一下 各个品种之间,它们的香气有什么不同啊 聊到兰花第一个,我觉得应该想聊一下惠兰啊 因为在所有兰花当中,惠兰是最浓香的 它是属于这种浓香型的 有好多兰友说那个惠兰是臭香啊 就是因为你凑近了闻的话 它那个香味不是太好闻啊 惠兰比较适合远闻 就是比如说我们居家养房间特别大的花啊 你放一盆惠兰有开花的话 那真是满式芳香 这个也是其他兰花做不到的 惠兰是最浓香的 因为惠兰本身它灼花就比较多嘛 像一杆花的话开个十几朵都是很正常的 它灼花又多,香气又好 所以它那个香味也是有点略浓的 惠兰都是很香的 不分是平中草还是下山草 香味都是非常好的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惠兰香的 我今天春天 有一盆煎药素开的是反激花 就放在这个棚子里 那真的满棚子都是香味 然后我们聊到剑兰啊 剑兰的香味还是蛮好的 但是剑兰的素花要比色花香味更好一些 也是香味更纯正一些 色花往往有的时候 那个香味会略微淡一些 要凑近了才闻得到啊 素花的话就偏浓香一些 像我之前跟来友们介绍过的福州素河呀 然后香苹鱼枕呢 这一类的素花 那个香味都是非常好的 像剑兰的一些杂交品种呢 基本就是无香啊 或者香味很很淡啊 比如说那个剑兰的红月呀 或者是红草红河呀 这个香味都是很淡的 甚至都是无香的 寒兰呢 又分大叶寒兰和细叶寒兰 细叶寒兰呢 它是需要一个低温情况才会放香啊 并不是说细叶寒兰不香 但是像我们有够暖呢 现在寒兰都基本上已经出花苞了 像我们这边有够暖的话 一般是闻不到细叶寒兰的香的 细叶寒兰的花香是需要一个 5度到15度之间的温度 然后温差是需要大一点的 需要一个至少10度的温差 这个时候细叶寒兰才会放香 大叶寒兰我也有一盆啊 那个香味也是蛮好的 墨兰我基本上是不种的 因为墨兰在我这开花就不香 好多的那个就像我们东北的兰友都反映 说墨兰开的不香 也可能是跟我们这边温度有关系 因为我们东京室内都有供暖嘛 可能是温度太高了 导致墨兰不香 所以我现在逐渐的就不养墨兰了 因为我们养兰花 如果闻不到兰花香啊 就是单单只看花的话 就差了一层意思哈 差好多 这个兰花一定要闻香才有趣 最后跟兰友们聊一下春兰啊 为什么把春兰放在最后呢 其实我们常常说的王者之香啊 幽香啊 这个指的都是春兰 并不是说像指的建兰啊 还是惠兰呢 这个幽香和王者之香指的就是春兰 在所有兰花当中 春兰的香味是最纯正的 最能够代表国兰香气的 像我们过去的一些古诗词啊 描写的赞美的也都是春兰 一杆一花为之兰嘛 一杆多花为之会了 在所有兰花当中 齐花的香味是要高于素花的 素花的香味是要高于色花的 比如说像春兰的鱼蝴蝶啊 它香味又纯正 然后又浓香 都是可以做到开一杆花满是香啊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啊 兰友们如果手里有春会的话 一定要把这个春花工作做好啊 春花呢 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哈 给兰花啊 像春会兰这些需要春花的 适当的提高一点 磷甲肥的使用哈 另外一个最关键 也是最重要的哈 就是你哪怕不用磷甲肥 就是把昼夜温差拉大 昼夜温差拉大 特别适合春兰 会兰连拌哈 像这类需要春花的话 出花苞 如果你这个没有温差的话 是很影响他们来花苞的 即便你提高磷甲肥的使用哈 这个也会差一些 这期的视频就跟兰友们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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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